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一次跌破了五千七百点大关 那中国股市呢在昨天并没有受到澳洲股市的影响 自己呢还是走出了比较好的情况 上海方面涨幅为百分之零点一次 收在三千三百八十四点 深圳方面呢也是涨幅不错 目前已经接近于一万一千点了 已经目前的涨幅呢 昨天也是在百分之零点二左右 那么在欧美方面呢 英国法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但是德国出现了上涨 但是幅度呢也都在百分之零点五以下 美国方面昨天晚上则出现了下跌 这由于这个上周末朝鲜的这个核弹失业 使得呢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 道琼斯指数呢是下跌超过二百个点 那么目前呢道琼斯指数也是每一次 到达两万两千点的高度之后呢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 在其他方面呢黄金价格出现上涨 目前达到了一千三百四十四的高度 原油价格呢也上涨达到了百分之 上涨百分之二点九 达到四十八点五零以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门话题 今天找人要说的呢 就是澳联储昨天的这个利率声明 以及呢很多投资者一种一夜暴富的心态 我们知道澳洲央行在昨天下午两点半 是公布了最新澳元的利率声明 这次呢也依然没有增加或者是减少澳元的利率 依然维持在历史最低的百分之一点五 那关于这个决定呢市场大部分都已经猜到 关键就是来看一下呢 澳联储他都说了些什么 那基本上呢每一次澳洲央行的讲话呢 都和写作文的方式是一样的 基本上可以归纳到这个先说经济之后呢 说一下就业 然后说物价 最后说房地产顺带有的时候呢说一下澳元 我们也按照这个套路来写啊 总体上来说呢澳洲啊 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开门啊 澳洲央行在昨天的报告中 对于澳洲整体的情况还是偏向于乐观的啊 在经济方面呢 说到虽然第一季度有所放缓 但是现在总体上已经开始了回升啊 预计在一年之后呢 是会越来越好 那么这很大程度上呢 也是归纳于这个铁矿石的贡献 我们知道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一度呢铁矿石价格是非常之低 在随后开始逐步反弹 现在呢已经重新回到了上涨趋势 那么这对澳洲的经济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解脱 那在其他方面呢 澳洲又说到了这个失业率 目前整体上是维持比较低的情况 而且就业情况呢 也比较乐观 这也是一件好事 那么在昨天的声明中 着重说到的是关于房地产 说到澳洲的房地产呢 其实就是说的是悉尼和墨尔本 尤其是悉尼 作为澳洲最大 也是最贵的地区 房地产地区 悉尼在过去一到两个月的房价 整体上呢 是出现了放缓 甚至于轻微下跌的情况 拍卖率呢 也出现了下滑 澳联储说到呢 这也是说明呢 澳洲目前的监管政策 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我认为呢 由于房地产和大部分银行的贷款 以及经济的密切性 挂钩实在太大 因此呢 房地产价格不可能出现太大的跌幅 那么最后呢 澳联储也说到 这个物价现在呢 也最终将会逐步回升 也就是说 在昨天的总结来说呢 对于澳洲未来的经济情况 还是偏向于乐观的 那么呢 从现在到年底 基本上加息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少 第一次加息 目前市场普遍给出的时间点呢 大约至少是在明年的六月中 那么说完了澳洲联储的加息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这个很多时候的交易心态里面 有一种一夜暴富的心态 那我们知道呢 很多投资者呢 一听到啊 别人说工作是在金融行业 都会觉得呢 可能这是一个暴力行业 每个人都可以赚很多钱 可以赚很快都可以赚很多钱 这其实就是一个误区 我们知道啊 在金融行业里面呢 的确很多的投资者呢 都是怀着一夜暴富的心态去的 这也说明呢 这个 用很多的例子来看 这个上周发布的啊 关于ICO 也就是首次数字货币发行的 这个违法令啊 也让呢 十万人被声套 那我之前呢 在朋友圈 国内朋友圈里面 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在发啊 是这个叫做啊 躺着赚钱啊 甚至于呢 说什么啊 简单粗暴啊 三天翻倍啊 这个一个月能赚多少多少 一年实现财务自由 等等这些夸张的言论啊 我一直认为呢 这些话不可能有人会信 没想到 还真的有这么多的投资者 会去相信 这些看似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那我就想说呢 难道美国华尔街啊 难道那些哈佛耶鲁毕业的人 每天有着最最新的科技技术啊 用的还不是自己的钱 用的是客户的钱 银行的钱在炒 你说他们都不知道这些信息啊 凭什么啊 平时你是一个普通工作的啊 发发朋友圈 看看朋友圈 就能够躺着赚钱 就能够三天翻倍 你觉得你是那个那么幸运的人吗 如果你是幸运的 那你觉得会在一个会场里 有一千个 甚至于有一万个 和你一样这么幸运的人吗 任何时候啊 看似有诱惑力的 看似非常美好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三思再三思 在金融市场里 咱们说过一句话叫 不缺民心缺兽心 即便是你美国华尔街 一年赚一倍 赚两倍 都是有可能 但是你要十年 二十年 稳定这么赚 在我看来 绝对是一个神话 曾经的世界首富 巴菲特 也是靠着每年 百分之三十的富力回报 经过三十年的奋斗 才到现在 那为什么你就觉得 看看这些 看似非常美好的投资项目 就可以给你带来百倍千倍 甚至于万倍的回报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好的事 不是骗人 就是违法 所以咱们投资者 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 有一个呢 平和的心态 华尔街有一个著名的访谈 曾经有个这个记者 采访巴菲特 他说到呢 巴菲特先生 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人 没有达到你的水平 只有一个巴菲特 那巴菲特的回答是说呢 就是因为呢 所有人都想支付 但是呢 他们都没有办法 随着年龄的增加 慢慢变老 慢慢支付 所有的人都在急功近里 都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面 想尽快地捞一把 趁着年轻 赶紧捞一把 那么这种心态 在我看来 就是导致失败的根源 所以说 如果你在看这个节目 如果你听了我说这句话 那么我想呢 大家是不是 应该做一些反思 自己的投资思路 是不是有错误 你想 比你聪明的人 比你有钱的人 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资源不够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项目 不知道这个消息 我觉得都不是 这个我想 大家自己去悟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产品 今天说的是英镑对美元 为什么说这个产品呢 我们在上周 曾经跟大家说到 英镑对美元 当时是上了四小时的这个图 今天看的是日线图 那么当时呢 英镑对美元上了四小时图之后 刚刚在线图附近 那我跟大家说呢 是一个很不错的投资机会 原因就是呢 它已经重新爬上了日线级别的上涨信号 那么目前应该说来说呢 英镑已经非常稳定的保持在了日线的上涨信号以上 但是也依然距离不远 所以说 如果我们做中长期投资 英镑目前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那么如果说你要一定要是非常保守的话呢 有两档价格可以做参考 现在是1.3030 如果它上涨超过了1.3050以上 这是第一档可以考虑的稳定进场时机 第二点呢 那当然就是冲上了最高价 但是呢 需要再等200点左右 是在1.3240附近再去进场 这个呢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中长期英镑的机会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的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